这是我见过最丰批的爸爸 他用卡齿测量女儿的耳朵 左耳高了两毫米 要削平和右耳对齐 鼻尖不够精巧 要削薄软骨垫高 最后再做一下风唇 露出整齐的牙齿 这样女儿的脸就足够完美了 这便是他送给女儿的生日礼物 玛丽亚的爸爸是个整容医生 追求完美的他 要求玛丽亚每天保持最佳姿态出现 长期的压抑环境导致玛丽亚敏感自卑 她不愿社交 没有朋友 渐渐地还出现了幻觉 这晚 玛丽亚发现镜中的自己竟然歪头看着自己 她被吓到 连忙跳下洗手台 爬到脚落 她不知道的刚才是否是错觉 于是她撞着胆子 再次走向镜子 她伸出手慢慢擦去雾气 可镜中的手竟然提前离开 玛丽亚被吓得接连后退 这次她快速抹开 镜子里的人竟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玛丽亚吓得拔腿就跑 一整晚都没睡好 第二天顶着熊猫眼下窝 直接被爸爸嫌弃 为了不让她给自己丢脸 命令她不好装再出门 刚到学校 她就遇到了笑爸 不出意外 直接被绊了一跤 笑爸当众嘲笑 可玛丽亚生性懦弱 她不敢反击 闺蜜看到这一幕也没有作声 这时 闺蜜的男友萧恩挺身而出 她把玛丽亚扶起 却遭到笑爸的嘲讽 萧恩直接出拳 却被众人拦下 面对突如其来的关心 玛丽亚心里顿时小鹿乱撞 她一直喜欢保留 但因为自己胆小自卑 这份情感一直没能说出口 这天晚上 玛丽亚突然听到有人在呼喊她 顺着声音 她找到了卫生间 看向镜子 那人直接转身 玛丽亚看着镜中人 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她说她叫艾兰 是玛丽亚的双胞胎姐姐 原来在他们出生的时候 艾兰生来畸形 强迫症的爸爸 不能接受这样的女儿 于是便在雪天将她遗弃 很快 学校将要举行寒假舞会 孤僻的玛丽亚 几乎不和别人交流 自然也没有什么朋友 但爸爸希望玛丽亚参加 增添社交生活和信心 因为现在有了艾兰在身边 玛丽亚决定去参加舞会 隔天 闺蜜带她去溜冰场练习 第一次上冰的玛丽亚站都站不稳 直接摔在冰面上 可闺蜜冷冷地看着她 并没有上前搀扶 原来闺蜜早就知道 玛丽亚对自己男友的情感 她借口约出玛丽亚 就是想给她一个警告 她渐渐滑远 给她展示高超的花样技术 仿佛在告诉她配不上萧恩 玛丽亚十分伤心 她不敢相信自己唯一的朋友 居然这样对她 艾兰将之前闺蜜 对她做的事一一到处 原来她想给玛丽亚洗脑 让她将自己放出来 就当马上成功时 门外突然传来妈妈的敲门声 她送给玛丽亚一个发夹 准备让她在舞会带上 时间很快来到寒假舞会 玛丽亚盛装出席 她小心翼翼地下到冰面 手却死死抓着栏杆不敢放开 萧恩这时出现 她带着玛丽亚温柔地走进冰场 看着她满脸笑容的脸 玛丽亚再次沦陷 不由自主地靠向萧恩肩膀 谁知这一幕正好被闺蜜看到 心虚的玛丽亚不小心将自己绊倒 一下子滑到冰场中间 萧恩本想上前搀扶 却被闺蜜死死拦住 玛丽亚抬头一看 竟然是笑霸 可笑霸一改往常 向玛丽亚伸出手 她以为笑霸是好心扶她 没想到 笑霸将她拖出去好远 寒冷的冰面画过玛丽亚的皮肤 同学们的嘲笑正如一把把冰剑向她刺来 让她伤心不已 女孩双手放在镜子上 含泪亲吻着镜中的自己 下一秒 眼中的懦弱不再存在 取而代之的 是她的双胞胎姐姐艾兰 来到学校 笑霸继续侮辱 这次她没有选择忍耐 一步步走上前 不仅言语挑衅 还反摸了一把 眼见目的达到 女孩静止走开 独留笑霸在风中凌乱 听到朋友的调侃 笑霸这才回过神 此时闺蜜走来 向她解释误会的事情 没想到艾兰毫不在意 可冷眼旁观的闺蜜却有些心虚 为了弥补女孩 闺蜜答应继续教她滑冰 可艾兰的目的不是那么简单 她想借此机会报复闺蜜 傍晚 她克服心中恐惧 独自一人来到冰场练习 除此之外 她还偷偷溜进冰室 学习闺蜜的滑冰技巧 这天 她被笑霸再次盯上 因为那天的羞辱 笑霸一直怀恨在心 不过艾兰没在怕的 她选择主动出击 故意将笑霸引进浴室 趁她不备 一棍子打在她的膝盖上 直接将她撂倒 剧烈的疼痛让她根本不能起身 笑霸惊恐地看着女孩 仿佛不认识一般 隔天 艾兰和闺蜜相约滑冰 闺蜜不敢相信艾兰的进步如此之快 便进行下一步教训 旋转跳跃 虽然不标准 但艾兰做到了 随后闺蜜做出连环旋转 艾兰也相对完成了 闺蜜见她都能跟上 于是使出大招 可这次 艾兰落得没站稳 摔在冰面上 闺蜜嘴角若有若无的笑容 正好被玛丽亚看到 她死死地盯着闺蜜 渐渐的 闺蜜察觉到有些不对劲 艾兰的眼神仿佛要把她吃掉一般 不敢犹豫 闺蜜转身就跑 艾兰见状也紧随其后 可闺蜜因为速度太快 一个没注意将自己绊倒 不受控制地直接撞向维吨 巨大的冲击力使其当场死亡 艾兰站在一旁 面无表情地看着闺蜜 可当她拿出手机时 屏幕显示的确却是另一副面孔 随后艾兰拨打了报警电话 装作一副悲伤的口吻 挂掉电话 回到家中 镜中的玛丽亚十分崩溃 她质问愤怒地质问艾兰为什么要这么做 可艾兰却说这是玛丽亚让她做的 随后就转过身去 无视玛丽亚 她不能忍受艾兰这样对待她的朋友 不断拍打着玻璃 希望艾兰听自己的话 可仇恨已经蒙蔽了艾兰的双眼 她已经不能停下了 为了得到闺蜜男友萧恩 艾兰深夜找到她家 以为闺蜜忏悔为借口 直接向萧恩表白 随后直接向萧恩吻去 刚失去女友的萧恩哪里抵挡得住 直接沦陷在艾兰的温柔箱 两人顺理成章地直接在一块 女孩将小纸条放进客桌下面 沾取一番后地给身后的男孩 男孩一脸疑惑 拿起闻了闻 瞬间明白了女孩的用意 四目相对 两人随即溜出课堂去约会 女孩在车上很不老实 不断影响开车的男孩 他们很快来到目的地 正准备进行正事时 男孩接到了妈妈的电话 原来男孩的前女友死于一场意外 而警察对此事件还有一点 于是想叫两人过去问话 可女孩不同意 她根本不想放男孩走 女孩还想留住男孩 可男孩一把将她推开 她认为女孩有问题 才想避开警察 说完便捡起地上的衣服准备离开 女孩恼羞成怒 抄起酒瓶当头一棒 男孩直接领了盒饭 女孩蹲下抹去男孩眼角的泪 镜中的玛利亚哭到不能自已 艾兰看着心里也很不好受 那是唯一真心对她好的人 两人隔着镜子 不停哭泣 深夜 艾兰喝得鸣顶大醉 衣衫不整地出现在爸爸门前 爸爸健壮赶忙将她抱紧室内 接了杯水给她漱口 可艾兰却故意将水洒在自己身上 就在爸爸转身拿毛巾时 艾兰脱光上衣站在地上 爸爸愤怒地呵斥 可她却将裙子也脱下 Do you think I'm beautiful? Of course you will 爸爸闭眼回答 Would you love me if I wasn't beautiful? If I was deformed? 这些话让爸爸愣住 艾兰越说越激动 抄起旁边的手术刀就是一滑 爸爸直接倒地 她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乖巧的女儿 直接断了气 Why couldn't you love me? 艾兰满眼泪水 不停质问爸爸 可她再也得不到回答 原来之前妈妈怀的是双胞胎 但因为姐姐天生畸形 追求完美的爸爸不顾妈妈的阻拦 硬是将姐姐抛弃于冰天雪地中 而爸爸对存活的玛丽亚也是满眼嫌弃 在她眼里都是不完美的 甚至还想给她整容 在生活中 爸爸也十分强势 对妈妈总是训斥 在这种压力极大的生活环境下长大 这也使导致玛丽亚的性格十分懦弱的原因 艾兰去水池边清洗血迹 可她这时发现 应该在镜中的玛丽亚已经不见踪影 任凭艾兰怎么呼喊 玛丽亚都没有出现 她已经对艾兰 对这个家大失所望 不愿再出现 艾兰气得一拳砸死衣服 她穿好衣服 将手术刀扔进下水道 随后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 脱下衣服 躺进了妈妈的怀里 也许此刻 只有温暖的母爱 才能真正治愈她那破碎的心灵 突然画面开始闪烁 最后躺在妈妈怀里的是两个女孩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因为常年自卑的心灵 玛丽亚遭受了许多伤害 爸爸的嫌弃 同学的欺凌 闺蜜的背叛 让玛丽亚痛不欲生 心里极度缺爱 她一度想躲在艾兰的身后 以为这样就可以逃避现实 当生活渐渐被艾兰占据后 玛丽亚才发现事情更加难以控制 成长的痛 我们都要经历 假如生活正在经历磨难 不要害怕不要心慌 让自己真正强大起来 勇敢地反击 才能迎来更好的生活